嘿嘿嘿嘿 聊世紀 起零如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孟加拉人對上勃勃人 這張比賽也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玄的文明是 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用的特色是他升級時代時 會額外獲得兩個額外的村民 是每一個城鎮中心都可以獲得 這就是意思說 如果你在城堡時代 蓋了30個城鎮中心 那你就會馬上獲得60隻村民 可以突破這個人口上線的效果 所以在一些團戰時期 這個孟加拉人可以用這個效果 專家自己的村民術 達到自己當奶媽的特性 當然這個戰法呢 並不是那麼常見 那以實戰上來說的話會比較建議 即使你是3個城鎮中心 農上去之後呢 想要快速開農的話 點完地龍室代馬上再補兩個城鎮中心 村民術會瞬間直接補到 加10隻村民 那這個效果讓孟加拉人在 帝王室代初期的經濟 往往會比其他文明更好一點 那孟加拉人的最大特色 還是他的三象之力 抗招翔、抗額外增傷 而且還可以增加大象的攻擊速度 那這個能力呢 不管是攻城戰相還是毛相夫 相公都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孟加拉人本身就是一個大象文明 但是他本身也沒有騎士可以出 不過需要用到騎士的情況下 只能出戰車來使用 那孟加拉人的僧侶呢 也有天生雙傷反的效果 所以他的僧侶呢 不太容易被垃圾兵給打倒 但是還是要特別注意 被對方的弱馬 做一個追殺的動作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 就是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呢 是村民的移動速度 非常的快速 而且他駱駝會有自動回血的效果 那整體看起來 伯伯仁他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而且馬舊單位呢 後期還有八者優惠 所以伯伯仁的前中後期 會圍賴在騎兵單位 還有駱駝工兵身上 那伯伯仁的船艦也比較厲害 有移動速度10%的加成效果 但這張是陸地圖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細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前起打法 那這場比賽也是MBL 對上FERE 兩位都是頂尖的選手 好像看錯了 這個不是FERE喔 這個是HOT 這個沒有重設好了 有時候這個觀戰模擬器 都會亂抓ID 可能我看太多的RP了 他有點錯亂了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這場對決 居然又是HOT MBL對上HOT 基本上是天梯上常見的光景 目前看到MBL這邊是四隻村民 開始伐木 下面開始在推入囉 下方的村民也是直接開了一個雙伐木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伯伯這邊的配置 伯伯這個文明的玩法 其實跟一般的文明差不多 但他前期就有這個村民移動速度的優勢了 這邊可以看到他有的村民是增加5% 光景時代是10%的移動速度加成 這邊就有0.84的移動速度 一般村民只有0.8而已 那這個移動速度對於經濟加成來說 前期不是那種明顯 但是到了中後期 陳寶時代之後就會特別有感 那這邊MBL抓到了一個升級時間 打出了一個封建打黑暗的弱馬開局 傷害多加2點 直接抱貶對方的刺 那這邊看到兩隻棒棒過來 這隻臭命把自己包了起來 稍微圍了一下 這邊可以按一下槍兵喔 對 這裡按槍兵 這裡不按槍兵的話 臭命會打的有點痛苦 唉唷 但是這邊轉裝甲 勃勃3棒棒轉裝甲 這是一個通常按3棒棒 就是會做的一個升級方法 那如果通常是按2棒棒的話 就不會升級裝甲步兵 差別大概是這樣 那波波人的裝甲步兵開局 往往都是為了要爭取時間喔 如果這三隻裝甲可以爭取過多的時間 也可以藉由自己的黑跳繩戰術 喔 也不是黑跳繩 這個裝甲轉城堡去拖延時間 甚至讓對方出不了兵 出不了家門 讓對方故意再維持一點 自己就可以跳到城堡時代 轉出弱駝弓兵喔 那這個是寶兵比較強的單位喔 會常常打的一個 算是一個戰術喔 就是3棒棒 轉黑跳繩 那波波這邊是3棒棒 轉裝甲 然後還是有正常出兵出弓箭手 那有轉弓箭手的情況下 就不是我們常說的這個黑跳繩策略 就是一般的 裝甲 然後防收 也不是防收反擊 這個算是進攻 進攻正常打架 那波波這邊是補下了30隻的村民喔 那這邊可以目前看到 村民術有少小的差距 現在孟佳人這邊是有33村對上31村喔 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喔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孟佳人在這邊升時代手 風箭時代打月球 對孟佳人越有利喔 畢竟自己天生有這個 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那波波波人這邊是準備要灑到10片田 已經11片了 這個時間點就差不多到10片田喔 像這樣子 MBL這邊是明顯慢了一點點 主要是因為他轉了雙射箭場 雙射箭場是我非常不推薦的單挑打法 當然你要打也可以 但是被對方守下來機率實在太高了 也不管是要打毛兵還是要打工兵喔 都很容易被對方一個單射箭場出毛兵打下來 那如果你像對方出這麼多毛兵 勃勃人直接轉出漏馬 直接解掉就沒問題了 哇 哈德這邊解的非常漂亮 用少量漏馬砍掉了非常多的毛兵 MBL這一波毛兵送光 經濟有點受傷了 剛剛那裡少數有10隻毛兵喔 那這10隻毛兵如果轉成經濟的話 現在已經可以點一下城堡時代了 但黃金還沒有挖 還好裡面有塊附金 左兵這裡也是過來 前方走進來 OK果然走進來了 工兵單位 家裡應該靠個毛兵手下金礦 跟上方這裡就可以了 這邊前面的兵繼續往前壓 那先點一下城堡時代的是哈特 柏柏這邊還有大概30秒 MBL大概落後了一分鐘 OK 柏柏人這裡補下了二級的伐木技術 準備來開農一波 好 這邊就完 孟加拉人這邊率先開出了城鎮中心 那村民數量喔 其實兩邊現在是差不多 剛剛 孟加拉人 這邊是稍微稍微 去偷了一個輪走技術 所以看起來村民是只有領先兩村的 事實上他這邊是領先四村了 不過柏柏人這邊補一個輪走技術的話 就會看到村民是落後四村的狀況 柏柏人上城堡時代 比較常見的是直接打駱駝 或是騎士都可以 但是看到對方轉這個生旅喔 轉這個肉馬出來也是很常見的 他已經轉了 拿手轉了 對 那這邊是有偵察到 是雙丘到月 轉肉馬是肯定的 有一些觀眾會問我說 可是 對方出老頭自己出肉馬 好像就弄掉了 那我是覺得 還是要出點肉馬 雖然看起來很容易打不進對方正面喔 如果你的肉馬能抓掉對方的生旅喔 對對方的經濟也是一種打擊喔 但是會給對方去不敢寫生物的一個壓力戰 所以看到生旅開局的文明喔 一定要去轉肉馬出來 不管你是什麼文明喔 一定要這樣子打 除非呢 你可以用你的弓兵或是毛兵 解決掉對方的生旅 那就另當賠論 或是你直接跟對方打一個生旅戰 打這個贖罪思想 互相傷害也OK 好 這邊很關鍵看一下 頭子車能不能砸到弓兵 沒有閃電喔 後面的毛兵已經全部被砸光 生旅看一個位置 沒有打到 好 生旅已經點好了 就除思想 這邊著想沒有問題 那孟加阿倫這邊 只要點下救贖思想之後 勃勃這邊的頭車 配上騎兵的策略喔 很容易就被擋下來 那勃勃這邊要繼續進攻的話 一定要再轉出更多肉馬 把所有的生旅擊殺掉 才有可能繼續進攻 所以勃勃這邊的目標就是 一直出肉馬 那弓兵的部分呢 可以用頭子車去解決 甚至用騎士 但現在騎士沒有辦法很好的發揮 只要一往前喔 對我被招搶很可信喔 那為什麼肉馬打生旅有外增傷 但卻不怕被招搶 最主要是因為肉馬有抗招搶的能力 而騎士沒有 好 這邊看到18隻肉馬 繼續繞 頭子車長了一發 拉走往後 好 勃勃這邊轉出了生旅 幫一下肉馬補下血 那目前 孟家人這邊一直把生旅放在這個位置 是為了防守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那為什麼伯伯人不敢上前 是因為 生旅呢 隨時隨地喔 可以收到城鎮中心裡喔 那肉馬就可能會撲空 反而是會自己損失幾隻肉馬 有一個狀況出現齁 好 現在肉馬雖然越來越多 攻擊力還沒有補 現在有13隻 孟家人繼續去招翔 但是只要一拉開視野 斷掉 波波爾浪費了自己非常多的手術 這一波中夭上 而且這邊肉馬是高打低 這邊高打低 傷害打生旅非常快速 直接擊殺掉了大量生旅 而只有招到兩隻肉馬 這一波死在太虧 用招強盜囉 直接去攻擊後方的生 這個頭子車 但頭子車卻沒有被收下 前方的弓兵直接坦出大量傷害 但是被頭子車砸了一發 NBL這邊全面潰敗 頭子車也差點砸到 剛剛要走到中間的城鎮中心的 這個工兵單位 但還好這邊即時收進去 把這些工兵收到了城鎮中心裡 還有10隻的工兵單位還活著 這一波哈德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衝的時機非常好 NBL其實不應該深追出去的 但要盡可能把自己城堡蓋在前線 守護這塊區域會更好一點 我覺得NBL躁進了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招強速度 會贏過對方的肉馬 但肉馬終究有抗招強能力了 沒有那麼好招強成功了 最後只有招強到兩隻單位 不過這邊點下了刺激地鼓 這個12月改版的科技前程 這個可以招得到 可以 這台招到了 沒有挽回打個一發 可惜 好 前程科技點下之後 就可以稍微小小靠章 抗這個招想 那忠誠信仰才是最有用的 但忠誠信仰在這次的改版中 也變便宜了 只需要500肉而已 還是550 總而言之價格都是比1000 便宜很多 以前的肉類都是要1000肉 這波出去前面蓋 工程器製造所的村民被抓爆 直接被打退了回來 孟加拉人被迫轉了一些槍兵 那孟加拉人到底要怎麼對付起賓果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打大象王或是象公 都可以 但象公這個單位實在太失之了 往往都要到帝王時代 才能正常量產出來 城堡時代出太多象公 很容易會落後時代的問題 造成成城堡打帝王 然後對方的帝王 距離從C開拆 你的相公也無人為力 所以孟加拉人在這個時期中 要抵抗對方的騎兵果 最好的方式還是出這個 僧侶 配上槍兵 會比較好一點 工兵單位我是覺得可出可不出 畢竟打這個騎兵單位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那孟加拉人這邊展出來的東西是裝甲戰象 裝甲戰象也是印度斯坦 他們是印度文明特有的工程器 取代衝車 然後用成裝甲戰象 下方的僧侶又被抓包 MBL這邊僧侶死了非常多的數量 前方的僧侶直接往前壓制 想要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突然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終究還是被打出來了 地... 城堡打帝王的狀況 好 前方的僧侶應該是難討意死 這邊直接往後拉 僧侶直接吃到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哇 這個前方的僧侶 來不及遭強盜建築物也被擊殺掉了 MBL這一波非常虧阿 好 但是波波這邊也是把自己的所有的 軍事單位都送光了 只剩下五隻肉馬在場上 孟加拉人這邊有大量的槍兵 跟大量的工兵 他去到城堡是毫無... 毫無辦法 等到身到帝王時代轉這個... 巨型投石機才行 那孟加拉人他是沒有火炮的為命 所以工程方面還是比較依賴裝甲戰象 或是巨型投石機 不太能用其他方法去工程 那這個時間點如果再不升帝王時代的話 會有點危險 但是MBL這邊的想法是想要打一個 對方升帝王時代的空窗型 對方兵浪這麼少一定是點帝王嘛 MBL自己可能也很清楚 但這邊要往前攻的話 可能是要一波 這根寶沒有拿下來就要G囉 好 看一下這一波的工程戰象 能不能拿下一些戰火 好 開始往前 光甲戰槍被肉馬打傷還是有點痛 沒有關係 這邊一個招翔 招到了一隻槍兵 後面肉馬扮過來怕被招翔掉 而且後方有工兵 OK 城堡第一時間射掉離子老頭 最終勝率還是不敢上前 去幫忙招翔 別人已經到城堡範圍內 對方只要控制城堡 就可以指定要射擊誰 好 那果然升到帝王初期的勃勃人 直接被反打一波 但是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這一波專甲戰象好像有機會 可以拿得下來這一波城堡 那你著想有機會 找到剩下的單位嗎 哇 這全部的肉馬直接貼了過來 五隻肉馬直接上面爆砍一波 好 看起來是有機會全部拿下 僧侶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OK 全部的僧侶都收掉了 MBL這裡是展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還有提升肉馬的防禦力 那孟加拉人的肉馬呢 把戰毛兵有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遇到毛兵的情況下 孟加拉人肯定是轉肉馬去處理的 這波交戰看起來不夠人是拿到了主動權了 可是還會被槍兵給縮爛 這邊只要配肉馬配戰毛兵 就可以 還有投資車 暫時能守住前線的問題 工程三下 專家三下還有大概八隻的單位 這裡要不要開始往前頂呢 先頂這個修道院 把裡面的東西給頂出來 看一下這一波 哇 這波頂得很快 下面馬就開始蓋了起來 這些槍兵來防守 直接頂出了兩個聖物 好 正前方的肉馬 主力抵抗大象的進攻 後面的投資車也在輸出當中 但是快要被工程戰象給貼到 好 最後中甲戰象頂到了一台投資車 後方補了一個新的聖物 這個聖女 要來撿聖物 不過如果人遇到這個情況 可能要轉肉馬配戰毛 雖然全戰毛我覺得也可以 畢竟有這個正常的三攻三防 還是覺得可以轉肉馬出來會更好 直接轉駱駝 駱駝的話是要來針對對方的 對方的肉馬 直接轉出駱駝弓兵配戰毛兵 也是蠻適合打現在這個情況 畢竟孟加拉人的攻擊屬性 我記得是可以對戰車造車偶外傷害效果 而且戰毛兵現在打戰車也是有外增傷 所以不問人這邊全力出戰毛 一定是問題不大的 好 前面想要壓一根寶 MBL 欸 這是不是MBL 這是HART 想要蓋寶 但是MBL一直把兵往這邊集結 這個地基一直敲不下去 好 戰毛兵在低處攻擊 包打地的傷害效果很好 而且可以減掉一些傷害 上方的工兵還在輸出當中 上方兵更多補了過來 MBL這邊還在城堡打地王時代 但是肉麻一直爆沒有要停的意思 現在村民處來到142村 打波波人104村 村民差距約為38村左右 再往兵一直補了過來 而且對方已經有三級射 二級的工兵牌甲也補下 三級馬卡也補上了 波波人這邊可能要思考一下 這裡要不要硬強攻 對方肉麻雖然死在太多 現在毛兵被肉麻砍傷害死在太高了 看起來這一波是MBL 稍微拿到一點優勢了 但只要對方轉出駱駝來 情況就不一樣喔 哈克這邊受不了 終於轉出了駱駝 駱駝配戰矛 這個是可以先解掉現在MBL 這樣子配民主城 駱駝先去打戰象 就是有外增傷效果 那只要駱駝出起來 是要去防對方肉麻 孟加拉人這邊肉麻狂暴 好像很有機會夾住 哇 這數量太誇張 出了非常多隻的肉麻 好 駱駝開始有點反打回去 但還是要特別對方槍兵喔 槍兵戳駱駝還是很痛 好 好 那這裡不出弱弓 還有個原因喔 現在駱駝弓兵 只有一根城堡很難量產 但我是覺得現在可以出了喔 畢竟你的三級的弓兵鎧 都已經升級上去了 化學也有了 駱駝弓兵即使沒有精銳 傷害也是不錯的 出了些數量 開始壓制對手 當然也有可能是害怕對方 孟加拉人的戰矛 打的傷害有點高 這也不敢出 也有可能 這也現在只戰舉出了 駱駝配戰矛的搭配組織 MBL這波BD 砍到了伯伯一些村民 村民處依舊領先大約50村 哇靠 領先領先50村喔 領先50村的情況下 點下了帝王十蛋 伯伯這邊被MBL的強攻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 伯伯人在右邊 取到中間這個高地堡 在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OK 後來都夾不住 現在MBL 可能要存點資源 但是他不想要放棄 跟對方對打的這個情況 因為他現在要 一定要先夾住 繼續消耗對方的資源 然後自己趕快升到帝王十蛋 才有機會打得贏 好這邊轉出一些僧侶 重回老路 開始準備招降對方駱駝 左邊投資車被抓掉 MBL死守這個高地 只要一直拿在這個高地的話 就不會太差 至少不會到非常非常劣勢 OK 波波人這裡補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成筆鼻鼠裡點下了 中午有空窗喔 可以去點一下其他的科技 這邊勝率有這個鎧甲的關係喔 抵擋戰毛兵能力還不錯 但數量一多還是容易被打倒 這邊現在是3加4的傷害喔 雙旁只有3的關係 打下還是有4滴血喔 帝王十蛋的戰毛兵秒殺生女是沒有問題的 哇前面漏馬直接被吃光 波波這邊駱駝實在太優秀 帝王十蛋生下 孟加拉人這邊點下了跟蹤技術跟工兵鎧甲 帝王十蛋要先點個三級射 先點馬鎧而不是三級射喔 這就有趣了 有三級射的話 落馬被戰毛兵的話只會扣一滴血 而不會像這樣子喔 被戰毛兵擊火 會有點痛喔 OK 那MBL這裡是補下了一根城堡在後方 而且還補下了印刷技術 待會要把這個生女的招翔射程 再加3點去專門針對後方這一群駱駝 只要駱駝能處理掉的話 MBL這邊就可以專心出駱駝 配上戰毛兵 還有裝甲戰象的攻城方式了 算是轉巨頭慢慢攻城也沒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生女不能倒 生女一倒的話就沒得玩 那伯伯這邊可能要轉出更多肉馬 去針對一下後排的生女 算是這個大肉馬升級 待會要趕快點下 那伯伯人這個文明來說 他也是肉馬 造價最便宜的文明 八折肉馬 先來看一下這一波衝鋒 先騎兵過來 直接收到聖堡裡面 15隻生女 躲在了城堡裡 開始射箭反擊 再把這個生女放出來 開始造成後方的駱駝 前面沒有肉馬 前方的孟加拉肉馬就可以反擊 後方的戰毛兵 但是前面又來一坨的騎肉馬 過來想要解生女 但生女一直放在裡面 也沒事做 趕快就放出來 趕快招搶後放一下駱駝 這邊駱駝可能會被招搶到 但是這邊手速不夠快 只招搶到了三隻 而且還要重複的 哇 果然最後只招搶了三隻駱駝 後方的戰毛兵也在偷點生女了 這邊交戰起來 結果自己的生女只剩下十隻 剛剛還有十六十七隻喔 哇 被瞬間點掉了非常多隻的生女 後方伯伯人補下了更多的駱駝 還有戰毛兵往前 後方的生女又繼續招搶起來 用這一波招搶 朋友機會可以再招到幾隻 唉唷 但是這邊EHART拉的速度實在太快 只招搶到了一隻而已 但是這裡沒有斷招搶喔 可以再Q一招 哇又招到了兩隻駱駝 趕快把這個閒置的生女 拿去招搶後方的駱駝 前方的戰毛兵的數量有點多 還在攻擊自家的生女 這邊生女被高打低 不會被秒殺 但是被打個兩輪還是得倒低 前方的駱駝還在繼續進攻當中 孟加拉人的肉馬開始往前 連駱駝數量開始變少 這一波HART有點被擊退 後方的巨型頭刺機先拆掉 哇 這波打得非常驚險 MBL這一波成功 把火鍋人給逼退回去了 這個巨型頭刺機 有點尷尬 OK 這邊一堆肉馬直接夾爆後方的 戰毛兵 這邊戰毛兵快要被套爆 所以現在已經有三級攻了 7加4的傷害 然後再打戰毛兵再加兩點 很痛喔 哇 這一刀下去真是頭破血了 好 再一刀 好 開始架起城堡 這根城堡要是能架起來 後方巨型頭刺機就可以守護住 這裡又來更多的生旅去招牆駝 HART這邊被打的一個措手不及 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了自己的駝駝身上 但是後方已經有更多的肉馬在騷擾HART的家裡後方 既然到處都有肉馬在騷擾 MBL這個BD偷家戰術 BD的非常好 好 前方的軍頭刺機 還在努力開拆 剛剛把我應該是可以穩穩拿下 搞定了 NICE OK 這根城堡拿下之後 HART是不是穩了 穩有兩種 一個是穩贏 一種是穩輸 難道是後者嗎 沒想到伯伯倫 帝王時代優先領先 之後還是得打出GG 我們恭喜MBL 這一把打得非常驚險 最後使用自己的生旅戰 加上肉馬的特性 解決掉了波波爾的大量戰毛兵 然後我覺得MBL這一把 最關鍵的東西是 他有出槍兵這個單位 槍兵看起來好像在這場戰局很不顯眼 但是他是這場的主力之一 如果沒有槍兵的話 對方駱駝或是肉馬 就沒那麼輕易解決 一直有出槍兵的關係 所以波波爾的肉馬一直沒有辦法 可以一口氣端掉MBL所有的生率 讓生率一直屬於在一個 可以再繼續防止對方駱駝 衝鋒的一個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 拿下2萬資源的勝利 村民領先50村 一直在有經濟優勢的情況下 用經濟打擊對手 軍事方面則是波波爾拿到1.430KD 但是孟加倫只有0.7 看起來這把MBL有把孟加倫的優勢完全打出來 但是後期他是並沒有補下更多城鎮的東西 最主要是因為他是在城堡十代史 就來到了150村左右了 所以沒有必要再補兩個城鎮的東西 再去補村民 這樣村民會補過多 讓自己的居次單位會有過少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